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上一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HBase的尾分布式安装 那么在安装过程中呢 我们使用到了HBase自带的RowKeep 那大家可能有些疑问 我HBase作为单独的一个 它的一个大数据组件 它为什么要依赖RowKeep呢 RowKeep在HBase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那这是我们本章 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什么是RowKeep RowKeep的一些入门条件 那这是我们的课程目录 我们会介绍RowKeep的介绍 以及RowKeep和HBase的关系 那同时呢 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 怎么去安装这个RowKeep 以及RowKeep安装好过后呢 它要提供的一些命令行操作方式 这是我们的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大数据图 可以看到 这是所有的这个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大数据组件 都在这里面 RowKeep呢 在这下面 是就是一个这个工人拿着铁锹的 这个他是RowKeep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但凡我们能知道名字的 比如Hadoop 比如Hill 比如这个Pig 比如Mahout 它都是一个动物 黄色的大象 这个Hadoop 对吧 长着翅膀的大象 或者是蜜蜂 它是Hill 一个一只是猪还是熊的一个Pig 那么还有个人其大象的Mahout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态圈 都是以动物来命名的 那么有这么动物怎么办呢 势必得有一个RowKeep 动物管理员来管理他们 这就是RowKeep的作用 来进行这些组件的之间的协调 你如果没有这个RowKeep的话 没有管理员的话 那这个动物没法管理了 是不是 那这就是RowKeep的一些作用 那我们看到 Hbase和RowKeep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通过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我们应该是第二次见到了 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Hbase和Hadoop的关系 我们用这张图 那第二次呢 Hbase和RowKeep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 这个client端 它和RowKeep进行交互 它也和RowKeep交互 它也和RowKeep交互 这是client端 client端就是我们编程 使用API的那端 就称之为client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HMust 它也会和RowKeep进行交互 那RowKeep 存了什么信息呢 在我们的后面课程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到 但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去了解 它们之间是有依赖的 它通过RowKeep呢 来解决 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通过RowKeep来解决 它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关系 那有人就说了 那我Hbase 它本身就已经提供了RowKeep 为什么 你需要其他的RowKeep来替代呢 那大家应该能清楚 Hbase智能用途是什么 它是一个高并发 高强度的一个数据库 KV型服务器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有那么强的交互 而且你还管理自身的状态 还管理相关的依赖 那这样的话 这个Hbase是不是 内容比较多啊 这个比较累啊 所以说它把相关组件 可以依赖于外部的RowKeep进行管理 它本身只负责计算自己 本身的查询啊 写入数据啊 等等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RowKeep是什么呢 RowKeep RowKeep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 它说它是一个高性能 分布式 而且还是开源的 分布式开源的 一个应用协调服务器 应用协调服务器 那么我们一般用RowKeep用什么呢 一般用它做的什么 同步对列啊 配置管理啊 机型管理啊 秘密空间等等 这是RowKeep 一些常用的功能啊 那我们可以用RowKeep呢 它提供的Java API 来进行RowKeep的相关操作 比如说我们建个这个目录 给目录复复复的相关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它提供的这种 Java API的操作 那RowKeep自身呢 你如果说你要搭建个RowKeep集群啊 那你必须有什么 二人加一个节点 二人加一个 也就是基数格 为什么基数格 因为整个RowKeep集群中 只有一个是Leader阶段 其他都是Flow 那我从基数格里面选择一个当Leader 这个算法很简单 那如果说从偶数格里面去选一个当节点 当老大 那这是有困难的 对吧 所以我们规定的是RowKeep它需要有二人加一个节点组成 当然说你的二人加一个节点呢 它允许你N个节点失效 这是它的高兴的 我们可以看到RowKeep的一个系统模型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五台RowKeep服务器 它有一台呢称之为Leader 其他都称之为Flow 那这个Leader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接受你数据一些请求 当然Leader呢 他能这个Leader能保证数据都他来进行管理 同时RowKeep也能保证 我这五台Server之间数据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的Client端 你这个Client端连这个Server 和你Client端连这个Server 它所获取的数据都是一模一样 这是由RowKeep自身来保证 不用我们去关注 那RowKeep呢 它有这种四种节点 有四种节点 一种是持久性节点 这种节点是什么特点呢 数据一旦写入过后 除非你手动去删除 一般它不会删除的 还有一种是持久迅速节点 就是说你这个节点写完过后 它在后面去加个编号 比方说-1 比方说-2 它加个编号 第三种节点是临时节点 这种节点有什么特性呢 你的这个Session 也就是你的心跳之间 跟它丢失了 这个节点自动被删除了 这种节点自动被删除 它是由RowKeep自己来管理的 当你的客户端和它进行心跳失联了 没有心跳了 它自动删除 那临时有序节点呢 跟这个 呃 持久迅速节点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临时有序节点的后面 它会增加一个编号啊 你每创建一个 增加一个编号 比方说-1-2 这样一直编下来 从小到大啊 这是RowKeep一个节点的类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RowKeep的存储结构 RowKeep呢 我们把它看作为一个 一棵目录树啊 一棵目录树 每个节点呢 在这个RowKeep当中啊 我们称之为Znode 并且有唯一的路径标识 那比如说 我我要去找 这个Server-1 怎么唯一定位Server-1呢 因为这里面啊 有两个Server-1 我们如何定位Server-1呢 那可能是这样找 对不对 根目录下面去找 App-2 下面去找Server-1 那这个是不是 是一个唯一的节点呢 虽然说你这边也有个Server-1 但是呢 和我这边并不冲突 因为你这个Server-1 是路径在哪 你这个Server-1 路径在APP-3 下面的Server-1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 它允许你创建同名的节点 但是 不能在相同路径下面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下面 可以创建Server-2 你可以创建Server-2 但是你不能在这个APP-2下面 再创建一个Server-1了 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你在这个APP-2下面呢 创建一个Server-1呢 它是可以被允许的 那这是我们路径的安装一些步骤 首先 去Apache官网 去下载一个路径 那这个我们上次呢 也给大家介绍过 去下载这个HBase 那因为它是一个Apache 一个开源 一个项目了 同文里 你也可以去Apache官网下载这个路径 下载完过后呢 我们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把它这个 config目标下面 这个ZOO-simple 这个CFG文件 所以拷贝一份 拷贝成ZOO.CFG 这是一个固定名称的一个内容 你不能更改 也放在这个目标下面 也就是说 这个目标下面会有 这个ZOO.CFG的这个文件名称 然后呢 我们需要修改你们一些内容 当然说你们有很多 这种默认配置项 你可以不去改 但是呢 有几点我们可以要改的 第一个是 DateDR 你的数据方案 对吧 这些我们都可以 把它称之为默认值 什么clamp point 我和Rocable Rocable的clamp端 和Sable端 连接端口 我们重点宽度是这个 这点 这里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 123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 这个下面是一个模型 N的表示服务器编号 比如说你有三代服务器 你服务器就123 那这个123呢 要写到这个 这个Data里面去的 这个就能理解了 是吧 这是我这个服务器的 这个主机名 那23个8和33个8是什么呢 23个8 也就是A 也就是A 根据这个模型来看 它是个A A表示什么 通信接口 因为你这个 这个Flow要和Leader进行通信 那你就使用2 3个8 来通信 那一旦你 你这个比如说我这个Serve 1 它是一个Leader 它是Leader 一旦这个Leader挂掉了 它要使用3 3个8 而且你选主 选择新的主节点 因为你的这个节省里面 不能没有老大呀 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个 选主方式 选择一个新的一个主节点 那就是这个配置项 那么后面就简单了 对吧 我们创建一个这个目录 我们因为我们前面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是传 是存放 如Cable一些信息的 数据信息的目录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目录下 创建一个名称为 MyID的文件 固定值 固定名称 这个名称 其实不能改了 值为1 1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值 这里的值 1 2 3 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配完一个信息过后呢 我们把这个信息啊 把这已经配置好的一个 你复制到其他机器上去 你说我不复制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 那你每天机器重新配置一下 复制过后呢 你要把这个 它的内容外 每台机器这个MyID内容外 你要改成 我们前面配置文件配置那个 1 2 3 你如果说这个复制1 那么另外一个复制就是2 第三个就是3了 那怎么启动 如Cable呢 启动就是Cable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 进入它的这个并目录下面 来执行ZK Server.sh 后面 Start 这个RuleCable呢 就启动起来了 那如果你要去看它的状态呢 同理啊 你就去后面去敲个Status 如果你要把这个RuleCable停掉呢 那你直接跳 Stop就可以了 那这是这个RuleCable的一个 安装配置过程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从哪可以下载到RuleCable 我们在APAS的官网下载 那官网不记得 没关系 不记得可以版图 APAS 我们看到里面一个最后一个Z开载的RuleCable是吧 那我们点进去RuleCable 这个连到国外的网站 它就想卖 还没有 看了一个很熟悉的一个 一个这个管理员出来 是吧 那你可以呢 在这里面去 它目前已经有这么多版本 对不对 你可以在里面去下载一些版本 目前3.4.5 是吧 我们比方点这个版本 那这些文档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RuleCable的3.4.5的一些文档 因为它这个还是比较慢的文档 大家可以点这里面 因为它这个 这个非常慢 我们直接到download的页面 不去看它 这个才才出来 这个文档再出来 我们跳到这个download的 关完的还是比较慢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站点 是吧 我们到这个界面 你很熟悉的 是不是 我们随便选一个 你看到这里面一些版本 你点开进去 就可以看到 它里面可以直接下载 3.3.6 那这版本比较老 我们用3.4.6 3.5 我们先不用它 3.4.6 直接点它下载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一个rookable的简介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在这个link上去安装rookable机